HELLO 大家好 我是世紀21大灣區的KIKI 公園本大家已經見過很多 不知道豪章你有見過嗎 拿包入住你有見過嗎 七十年產的你有見過嗎 三成首富見過嗎 而且是省一級學區房的公寓 見過沒有 立即帶你見見 我現在處於城市博客公的售樓部 現在我旁邊的是Jan HELLO 你好 接下來會由Jan和我們一起去介紹這個樓盤 麻煩你了Jan HELLO 大家好 我是城市博客的案場消息 我叫Jan 現在各位移步到區域圖這邊 好 區域圖 Jan 麻煩你跟我們說一下這個詳細的位置 好 各位朋友 今次時刻將目光投向我們區域圖 可以見到我們城市博客公館 是為了西部中心城的一個核心位置 大家都知道我們珠海是一個陸法律比較好的城市 同時它是平臨澳門和香港的交通是非常便捷 我們珠海分為好幾個區域 第一個就是鄉州區 它是一個老城區 第二個是橫琴區 橫琴區是國家重點發射業的一個區域 第三個是等門區 等門區這邊是以工業和能業為主 第四個就是高蘭岸經濟區 這邊是以進出行業貿易以及石油化工為主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西部中心城 也是我們金灣區 以後我們珠海重點發展這個區域 然後我們城市博客公館 就為了西部中心城的一個核心為置 我們城市博客公館 是擁有70年產權的一個學區房 可以明火煮飯 然後我們的學區也非常完善 可以見到隔壁這個金灣市 也是我們的學區之一 然後有春天 這邊有金河 走路過去10分鐘就可以到達 這邊有紅旗鎮中心的遊園 是一個我們國家的遊園園 這邊走路過去就有十多分鐘左右 中學有紅旗中學 走路過去13分鐘左右 而大學我們是名校環繞 可以見到這邊有藝術學院 這個世界旅遊小姐的冠軍 中間藝小姐也是這個畢業的 出自於這裡 這裡就是成績 對面就是這個科官 科官也很出名 但是喜茶老闆也是這個畢業的 去說我們是名校環繞的 其實紅旗鎮有的一個教育配套 我個人來說我都比較熟悉的 但其實我想問一下 公寓有70年產權的那些也不奇怪 但問題是 對於學區房的一個面積是有要求的 是啊 然後我們需要買這個公寓就可以讀到這個 這樣教我們城市博客公館 它是一個擁有70年產權的 小面積的一個住宅 就是這裡有23.99和27.67 即是在金灣來說 唯一一套做到防護一致 就可以入讀這個金灣一小 那就是說如果我只要買學區樓的話 我不需要再買大面積了 我來這裡買一個小小的 就是買一個小公園 我都照樣可以讀隔壁的金灣一小 就是把戶口都遷移過來就沒什麼問題了 是啊 這個是我們一帶的良點 同時看到其實我們的生活配套也都非常完善 往不走呢 這裡有這個馬克頓酒店 接著有一個麥當勞 這邊有一個大安市場 這邊有一個國安市場 走路過去就大約10分鐘左右 這邊有一個體育館 現在在建當中 以後你上打雨木球 冰冰球 來到這邊 還有這個紅旗正宗廣場 也是身體的已經完善好 有電影院 窩神市 星巴克 一百佳等等 往對面就有藏紅 各式的菜館都有 還有KTV 那邊可以說是紅旗的一個新中心 對 你們想喝酒就來到這裡 所以吃喝玩樂都是不成問題的 同時可以看到 往南走這邊 就是我們說的重點發展的一個航空新城 我們開車過去10分鐘就可以到達 可以看到金山公園 金山公園是珠海第一大的海面宿地公園 很多人在那裡拍婚紗照 因為景色比較優美 這邊有一個華法國際商務中心 有一個超級A格級的四字樓 還有一個萬何酒店 萬何酒店也是比較出名 是五星級的 往這邊有一個市民有色中心 它是一個晴蝴蝶形狀 若有這方面的興趣上 看歌旗可以來到這邊 還有一個華法雙刀 它明年就可以落成了 它比市區更加大 大一點不會 是的 在學玩樂 買名牌 看電影都可以來這裡 這個產業服務中心 就是政府面對民眾辦事的中心 也是很大 這邊有一個公共文化中心 這是珠海第一大的圖書館 以及檔案館 都在這裡 如果你喜歡看書 都可以來到這裡 借書都是免費的 往這邊走 就是金灣哥爾夫 金灣哥爾夫也很出名 滿年的世界巡迴賽 都在這邊打 還有西湖濕地 它就像金山公園一樣 很多人在這邊拍婚紗照 藝術照 就是這樣 然後同樣 我們這邊 景色也分之優美 也有情侶路 從長崎酒店這裡為一個起點 到這裡 16公里 就是金灣情侶路 比市區更加長更加美 落花之後 可以跟朋友在這裡走走 也是不錯的 OK 周邊的一個配套 我相信 Janet已經解釋得 相當多詳盡 很清晰的了 我想看看 交通方面 我們這個位置 交通方面有便利嗎 也是非常便利的 剛才有提到我們這邊的 醫療配套亦都非常完善 這邊有一個行企醫院 走路過去13分鐘 還有加仁大學珠海醫院 這個還沒開通 以後開車過去7、8分鐘 這裡有廣東省人民醫院 已經開通了 以後看病不一定要出時區 這裡已經是很完善 開車過去十多分鐘 可以見到 其實我們西部衝生線 就是我們以後 我們珠海動點發展的一個區域 我們的交通 亦都非常非常便捷 怎麼這麼說呢 第一個就是這個香海大橋 它從前山為一個氣點 到湖心路後為一個終點 從城市博客公館 開車到前山站 25分鐘就可以了 珠海大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是連接市區和西區的 同時為了解這個壓力 以後在這裡會再開到一個 雙向路車 呼橋 是的 接著航海大橋已經開通了 它是這個港珠澳大橋 一個西延長線 以後從城市博客公館 通過這個航海大橋 都說鞏北口外不到三十分鐘 到香港不用一個小時 接著就好了 最後一個就是金海大橋 估計是明後年 從橫琴到達城市博客公館 都是二十多三十分鐘 它是公鐵兩用的大橋 第一期其實已經完成了 從鞏北到橫琴已經完成了 第二期已經在建當中 以後我們的交通非常便捷 可以見到其實我也有三高速 第一個就是機場高速 以後從城市博客公館 到達這個機場 也有二十分鐘左右 同時機場高速 都連接這個西埔沿海高速 就是去珠山坡 也是非常方便 第二個是江珠高速 從城市博客公館 通過江珠高速到達港澳 就是半個小時左右 接著到最後一個就是港澳高速 從城市博客公館 通過這個河港到港澳 去港澳大約一小時就可以到達 那城櫃 我相信很多頻道 非常關注這個城櫃 是不是呢 尤其是我們港澳人士 最喜歡這個綠色出行 是的 以後我們今晚會有一個落腳點 從城市博客公館走路 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到達 這個港澳江珠城櫃 現在是在建當中 以後通過城櫃去港澳佛山 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第二個就是港澳城櫃 其實已經在使用當中 我們去港澳、珠海 現在都暫時用這條 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有這兩條城櫃 會以珠海金灣機場為一個轉接點 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 我們的珠海金灣機場 也是我們中國比較出名的機場 為什麼這麼說呢 俗話說得好 北有西安、南有珠海 韓展每兩年都會在這裡舉辦 可想而知我們珠海機場 是非常佔有重要的位置 而且也很快從國內 轉為國際機場 所以我們城市博學工館 無論是生活配套、學區還是交通 也是非常非常便捷 去市區、斗門、甚至出局 都是很方便的 好 明白了 周邊一個交通的路網和配套 Jana已經解釋得很詳盡了 接下來就麻煩你跟我們講解整個項目的情況吧 好 各位朋友跟我一步到這個沙盆吧 Jana 我想問一下 我們周邊一個配套都已經是非常成熟完善 現有的了 我們一個項目自身有沒有什麼配套呢 當然我們的配套也都非常完善的 同時可以見到我們小區的圓林和陸發率也都非常高的 現在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可以見到這個營銷中心 就是我們現在所處於一個位置 就是這裏 Jana 會有一個會所嗎 以後都是我們那個活動區域之一 可以見到我們處於這個 金河路和文華路的一個交界處之間 以後我們去市區、斗門非常之方便 因為這邊就是珠海大道 接著我們城市博客公館 剛才我說過是擁有70年產權的一個學區房 去明火煮飯 可以見到黃西酒有200米 就可以到達這個金灣一兆 金灣一兆額就是一個省級的一個重點的學府 可以見到這個城市博客公館 我們是做到人車分流的 這邊是我們一個主帶門 往這邊就是見到這個汽車的通道 是 在那邊 是 接著我們車位總共有300多個 地上77個地下200多個 有這個汽車美容以及充電裝置服務 是非常之人性和智能化的 可以見到我們外面還有佔地 2000平米的一個風情商 剛剛想問外面的商業街 究竟是致辭還是出售的 到時候會通知 待定 是的 OK 所以到樓下就可以買到你想買的東西 可以見到 這就是我們的小區圓林 我們的樓間區比較闊 最闊是72.5 最窄是51米 我們是華法一級物業管理 陸法率是高達35% 也是按照華法的一個物館標準去收費 是的 不會超過3元 可以見到我們這個小區圓林 有這個空中花園 還有這個疊塵式的水景 還有這個複色休閒長廊 特別是這個複色休閒長廊 是比較有特色的 很多小區都是沒有的 樂班以後和你的家人朋友 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星星都很好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一個原來的休閒景觀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兒童樂園 還有一個綜合的健身場地 同時可以見到這裡 一二層的架空層 會用在無銀超市 以及健身會所 所以到樓下 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和家人運動 買東西 有一個優閒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同時我們會打造 珠海首個五珠的智慧營小區 怎樣智慧營呢 可以人面式入戶 不用帶鎖匙可以直回家 現在的智能家居已經很普遍了 然後我們索性在樓下 也有安裝人面式的 然後我們還有360度監控整個小區 有完成操控電梯、空調等等的智能性服務 通過手機微信就可以操控了 好 明白了 剛才一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到這個豪裝低總價 特別留意豪裝這個位置 這個遲餘 我就很想知道我們的裝修 究竟有多麼豪裝呢 我們平坤裝修是五千多元一方的 有那些Panic Sonic、德國德格 還有三亞里斯卡爾頓酒店同款的 床單皮鋪、床上紅品都是有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上去示範單位一邊看一邊說吧 好 可以 好 這樣會更加清晰 好 好 這樣會比較好 好 這樣會不用打算 好 好 幸福 好 這樣會不會 好 怪味 頭部 冷卻 好 午後 好 傷子 好 冷卻